为了杜绝非法的回收费油被制成食用油环保署决定从回收油业者来下手 限期三个月内要辅导全台的个体回收户 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来建立身份证成为合法的清除机构 如果呢在十二月十九号以前还是有业者违法收油 最高开罚三十万元 从九月中旬一连四天环保署人员到夜市和餐厅展开费油回收大清茶 结果发现全台每月产出费油量高达一千一百四十二公顿 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八流向清洁机构 但有百分之四十二却是交给回收个体户 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 为了避免费油再被回收流向食品业者 环保署决定将小蜜蜂列管 未来业者必须要取得身份证证才能够回收油 这个身份证里面包括它是属于哪一家合法清除机构的 还有它在这个清除机构里面的序号 那我们以后的摊商们要看到来收油的人 他必须具有这样的业务员的身份 他才能够收油 环保署宣示 限期三个月内要辅导全台三千到七千个回收个体户 转型成合法的清除业者 或者向合法的清除机构靠航 如果在十二月十九号过后 查到没有取得认证的非法小蜜蜂 还在收购油就要开发 如果说我们小蜜蜂在三个月之内 还是没有进入我们的管理体系的话 根据废清法我们会处以六万到三十万的罚还 除了罚钱没有领到许可 还将废油送到非法机构的业者 更可处最低一年以上的刑则 另外摊商将废油转卖给非法回收个体户 也同样得受罚 只是全台的餐饮和小吃业者 有将近三万多家 环保署虽然定出罚则 要管控废油流向 但是未来要如何抓违法 环保单位有没有足够的人力 来定期追查 都可能影响成效 就算印磊齐看到 不得到